奥卡洛夫跟庄志愿 我们把三不所洛夫都排到第二集团了 庄志愿还是比庄志愿要高一些 有个很好的人气 你比如说他打比赛的话 他发球碰到身上了 或者你打一个擦边 消一板 反手弹了 这个球如果能再跑快一点 其实是来得及的 你别往后仰 这球直接往前上 他遇到最天才的运动员 没有打到世界顶级 高阴冠军 觉得就是他的性格太平和 害了他 庄志愿十一比九先胜了第一局 到建树营的时候 老三无所谓 漂亮 拉住 考着球 我觉得好像很这样的 球了 我想可能也是随着奥运的角度 也借了一帮男二队的小孩 跟他们打比赛 我问那些小孩说的怎么样 他们说跟女队打球变了 变了 桑索诺夫因为他相对而言 他的速度慢一些 所以庄志愿的他没板球来得及 好球 这个球太精彩了 我们看到庄志愿 他因为个子矮 所以他退到远台之后 经常跳起来拉 跳起来打这个球 对 很有意思 但是他能发足了力 更不容易 因为这个 他已经进入了一种模式 所以他突然你让他加速 这样张志愿三比零 完胜了桑索诺夫 为亚洲队再得一分